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开箱的开箱时间了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一台电脑 然后这台电脑我等了快一个月才收到 然后中间也有些波折 因为我是在德国买的这台电脑 然后但是我选了英语的键盘 所以因为这个他们这边叫configuration 所以在德国的本土仓库是没有货的 要从中国寄过来 所以中间耽搁了一点时间 然后在十分钟前这个包裹刚刚送达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哇,还是有点分量的 然后我这次买的这台电脑是 MacBook Pro 16寸的 大概一台中配的笔记本 然后他们用的快递 他们用的在欧洲本土的快递是DHL Express 然后中国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快递 这个开箱用刀滑箱的声音真的太爽 它这个包装的还挺好的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那种支撑的结构 所以就应该不会被摔坏 就是它了 那个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这次买的是星空风就是深一点那款的颜色 因为我之前的台13寸的是银色的嘛 我觉得 想换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哇,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哇,这样的一台电脑 看起来好像假的呀 好了,现在有个难题 我只能这样把它拿出来 好尴尬 然后它里面配了一个 这是德国原装的充电头 和 这个Type-C的线 这个就是常规的说明台 哇,它比我想象中的要轻耶 虽然是16寸的 然后 我感觉它可能比我那台13寸的差不多重 然后 我现在把它的薄膜先 剥了 看一下它屏幕有多大 这次买16寸主要就是想感受一下大屏的快乐 sorry 有点激动 开错方向 然后我特别喜欢苹果的一点就是 你可以它单手 开屏幕 像这样 它里面还有一个木 哇 真的是无边框 好了 嗯,它就自动开机了 它为什么自动开机了呢 那 这次的 实体开箱到此结束 之后可能会有后续的测评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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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